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某阳 今天是美东时间9月13日星期一 压轴时间是9月14日星期二 13日上午10点 新西兰国会大厦8楼出现一个可疑的信封 位置正好在总理阿德恩9楼办公室的正下方 新西兰政府发言人事后证实信封内没有爆裂物 但是里面有不明的白色粉末 以色列总理贝内特13日与埃及总统塞西进行了会面 埃及总统府声明表示 两个人讨论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关系 以及双边议题 这是以色列总理10年来第一次正式访问埃及 韩国总统府13日公布了文在寅19日到23日的访美行程 期间文在寅将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 并且随后要前往夏威夷 参与韩战阵亡者遗海转交仪式 英国《金融时报》12日引述知情人的消息 中共计划拆分蚂蚁集团旗下的支付宝 并强制创建独立的贷款应用 中共监管机构要求蚂蚁集团将花贝借贝这两项贷款业务的平台 与其他的金融业务分开 并且引进外部股东 13日上午 武汉市洪山区法院附近传出枪响 一名年约30岁的律师薛某在办公室遭到枪剂 不致身亡 案发后 嫌疑人抢劫了一辆白色宝马5系轿车逃离现场 目前已经被逮捕 截至到美东时间9月13日下午1点 全球新增确诊中共病毒人数是36万9827人 总确诊人数达到了2亿2548万2944人 单日死亡是5600人 累计死亡总数是464万4220人 下面进入今天的话题 福建莆田突然传出中共病毒疫情 将锅甩向了一个38天前从新加坡入境的一名男子 但是中共的说法当中有不少的疑点 声称不会跑的潘石屹在美国现身了 中共央视画面中显示 他和妻子在网球场正在看球 本月10日福建省福田市突然传出 中共病毒疫情爆发 患者都感染的是印度变种病毒德尔塔 当局随即要求采取大规模的核酸 非必要 不得离开本市 截至到当地时间 今天下午4点 莆田当局共累计通报了76种病例 其中确诊病例是48例 无症状感染28例 判定共有密切接触者是1577人 次密接触是1865人 其中集中隔离1693人 南开大学教授黄森忠向健康时报表示 他和专家们对这轮疫情初步判断 这波疫情最终感染的人数可能会在100到300人之间 属于中等规模 可能在4个星期之内 也就是10月初疫情得到控制 黄森忠表示 根据流行病学规律和累计的抗疫经验 疫情外溢的爆雷期 应该是在9月19号 也就是下周日之前要出现 他认为本地和关联病例的总规模 应该是能控制在500宗以内 中共专家们的这种说法 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大家还记得 在武汉爆发疫情初期 中共专家组到武汉去调研 随后在1月10号 中共专家组成员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王广发 他就对杨氏说 病毒人不传人 疫情可防可控 可是1月20号 中共又派出御用专家中南山改口 承认病毒肯定人传人 第二天就传出消息 王广发被感染了病毒 正在隔离治疗 所以黄森中的这种说法 我们感觉就像是 中共又一次在说 可防可控是一样 对中共专家们的说法 我们不能不多长一个心眼 因为很多所谓的专家 其实更像是政治投机者 他们的说法 很多时候是在迎合中共 实际上就在黄森中在说 9月19号可能外溢爆雷期的同时 莆田的这个病毒已经发生了外溢 中共卫健委在今天公告 厦门昨天也发现了一例患者 是莆田市本土相关病例的确诊患者 这名确诊患者在厦门的同安区 是莆田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目前同安区已经宣布封闭式管理 要求人们只进不出 非必要 不得离开 除了疫情外溢已经发生以外 今天莆田市的官方 还有一个反常动作 莆田新闻今天转发了 莆田疫情指挥部 社会捐助组发出的一个倡议书 呼吁全市各单位 社会各界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 捐赠疫情防控款务 倡议书中给出了两个 接受捐赠的单位 一个是莆田市红十字会 另一个是莆田市慈善总会 并且还公布了这两家单位的银行账号 以及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呼吁社会捐助物资 大家想一想 这里面可能就存在了两种情况 一个就是当局趁机敛财 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 当局在罚国难财 借着疫情的机会收割一茶韭菜 另一种可能就是 当局真的缺少抗疫物资 不得不向社会征集 那么哪一种情况更有可能呢 当局公布的两家接受捐赠的单位 一个是红十字会 一个是慈善总会 正常情况来说 这两家都应该是 非盈利性的公益慈善机构 可是大家知道最近这几年 郭美美事件曝光之后 人们已经对红十字会失去了信任 那莆田慈善总会同样 也有很多丑闻 其中最为社会关注的就是 莆田市慈善总会名誉会长黄志贤 组建保安团非法拘禁的问题 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 人们对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 早就不太相信了 那也就是说 当局是以这两个机构 来面向社会征集款务 的确存在着借机敛财这样的可能性 不过综合来分析 普天当局向社会征集款务 我觉得更可能是抗疫物资出现了紧张状况 也就是普天市可能出现了抗疫物资荒 大家应该记得 2020年1月20日 当局承认了武汉病毒人传人之后 通报的感染数字随后就翻着跟头往上复张 仅仅是两三天的功夫 武汉各大医院就传出了 医疗物资淡尽粮绝的状况 有医护人员在社交媒体上 还向社会求援 希望捐助医疗物资等等 其中武汉市第五医院 有一名医护人员他直言 我们已经顶不住了 门诊挤满了病人 24小时都满满的 人都跪在地上求我们救救他们 这名医护人员说 医护人员所需要的防护服 口罩 面罩等等都用完了 同事都崩溃了 这些场景相信大家还记忆留心 而现在莆田的这个情况 在通报疫情的第四天 也向社会呼吁捐助抗疫物资款 是不是莆田市也出现了武汉当时的状况 今天央视新闻也引述中共专家的说法 说风亭镇有两个疫情集中传播点 一个是最早发现病例的铺头小学 一个是镇内鞋胜鞋场 都是人员密集场所 换句话说 铺头小学和鞋胜鞋场 就是莆田这次疫情的两条传播链 大陆媒体快科技在今天报道 从官方公布的流调数据发现 最少已经有18名小学生感染了新冠病毒 文中指出 新冠疫情或许已经在福建 莆田市先游县丰亭镇铺头小学 隐匿传播了10天 我们根据莆田官方的通报 第一例患者是9月10号发现的 说是一位姓林的学生 于是中共专家就判定 疫情源头可能是学生家长林某杰 对这个说法 我是存有疑虑的 稍后我们会做一点分析 这里我们就依据官方的通报情况 先来聊聊这第一条传播链 就是铺头小学的情况 通报说 林某杰8月4号从新加坡 抵达厦门机场 随即集中隔离14天 随后又在先游县集中隔离7天 在两次隔离期间 先后对这个林某杰进行了9次核酸检测 和一次血清检测 结果都是呈现阴性 8月26号林某杰解除了隔离 9月10号被检测出了阳性 根据东南网发布的消息 莆田市学校的开学时间是8月30号 9月1号正式上课 也就是说林某杰在解除隔离回家的第6天 他的家庭成员林某 9月1号到学校正式上课了 到学校报告第一例病患的时候 林某在学校已经上了10天的课 换句话说 林某在学校已经有10天的活动时间了 也就是交叉感染了10天的病毒 根据官方公布的流调信息 我们也可以看出 在检测出阳性的学生患者当中 9到12岁这个年龄层都有 那由此就可以判定 病毒已经在这个学校 多个年纪当中传播了 极有可能出现了 大面积传播感染的情况 这只是依据官方通报的情况来分析 刚才我说了 对官方的这个通报情况 我是有疑虑的 根据官方的说法 从林某节入境到发病 前后有38天 先是8月4号到18号 入境厦门市隔离了14天 然后8月19号到25号 转运到莆田仙有 又集中隔离了7天 随后8月26号到9月1号 又进行了7天的居家隔离 直到9月10号 被检测出了阳性 整整38天 这只是在国内的事件 大家知道 也就是说 林某节必须是在登基入境厦门的 当天感染了病毒 病毒就已经潜伏了38天 如果是在新加坡就感染了病毒 那就意味着 这个德尔塔病毒的潜伏期更长 如果是这种情况 那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德尔塔病毒具有超长的潜伏期 可是这个结论 跟当前世界所掌握的 德尔塔的情况是相冲击的 跟中共专家们的研究结果 研究结论也是矛盾的 我们根据目前全球同胞的 印度变种病毒德尔塔的信息来看 这种病毒就是德尔塔病毒的载量 是非常高的 澎湃新闻曾经报道过 在7月份 广东省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 追踪了62名 第一批感染德尔塔病毒株的患者 并且把这些患者 与2020年中共病毒的原始毒株 进行了一下比对 结果发现 德尔塔病毒在暴露后 4天就能被检测到 而原始毒株在暴露后 被检测到的平均时间是6天 这就说明 德尔塔病毒的复制速度 要快很多 更为严重的是 德尔塔毒株感染者的病毒载量 比原始毒株感染者最多 高了1260倍 文章指出 德尔塔毒株兼具病毒载量高 潜伏时间短的特点 并且呼吸道容易存在大量病毒 意味着更多人会在超级传播事件当中感染 而且感染后可以更快的开始散播病毒 文章说这就解释了 德尔塔为什么会席卷全球 这是官媒报道 中共专家们的研究情况 可是现在莆田的情况几乎是推翻了 包括中共专家们的研究结论 我们究竟该相信哪一个说法呢 事实上今天 《健康时报》在报道莆田疫情的情况的时候 也在佐证着德尔塔病毒株传播速度快的特点 报道中表示 9月10日的六宗本土确诊病例涉及到两个家庭 其中包括三名学生三位家长 这就显示出病毒已经至少形成了四代传播 仅仅三天就出现了至少四代传播 这个传播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但这也是与世界各国的结果相吻合的 可是偏偏当局通报的林某杰感染的病毒 却至少有38天的潜伏期 我想问一下 这个病毒究竟是真的有这么长的潜伏期 还是说这个潜伏期长的病毒是政治需要呢 再深一步说 是不是莆田市的疫情很早就已经严重了呢 而林某杰恰好就被当局选定是背锅的人呢 有位网友提出了一个问题 扬州之后福建陷落了 下一个是谁呢 为什么每次中国传出疫情都是境外输入呢 这个问题我觉得值得每个人认真思考 我们再来看莆田的另外一条传播链 就是协胜鞋场 每日经济新闻在今天报道说 目前协胜鞋场已经发现了至少12名患者 一名协胜鞋场负责人今天对红星新闻表示 鞋场已经有多人感染 鞋场内所有员工都已经在酒店集中隔离了 有一位莆田的市民向澎湃新闻表示 鞋生鞋场是莆田市一家规模比较大的鞋场 在丰亭镇有多个厂址 每个厂区都有不少员工 这位市民说 目前不清楚确诊患者是在哪个厂区上班 但无论哪个厂区人数都不在少数 大家知道莆田这是中国有名的鞋都 去年的鞋企业总产值超过上千亿 年产成品鞋超过了13亿双 据媒体报道说 莆田现有的制鞋企业有4200多家 承载着50多万名从业者 我们不清楚莆田这些制鞋企业之间 平时他们是不是有交叉互动 如果同业之间有往来 那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情况 据当地的媒体报道说 目前整个莆田市大部分鞋场已经停产了 有一位匿名的某大学流行病学教授 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莆田市先游线的隔离管控措施 和社会管理水准都远远不能和大城市相比 这位大学教授说 从目前的情况来判断 这次疫情规模不会太小 就像今年的石家庄疫情 发现的时候 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隐形传播 我还是重复早前说过的一句话 我不希望感染的数字会继续扩大 但是中共太不透明了 通报的情况非常令人可疑 莆田的疫情究竟有多严重 目前我们没有更多的资讯可以提供给大家 我们也希望有知情的网友向我们爆料 同时我也提醒大家 中共的宣传千万不能相信 相信了就上当了 可能连后悔的机会都来不及了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 希望大家都能够擦亮双眼 保持一份内心的平静和善良 也保持一份头脑的清醒和理智 这些或许能带给您一些帮助 我请大家千万别相信中共 我觉得可能会有人对我进行反驳 可是实际上大家知道 不只是我在说 很多人都看清了这一点 只是有的人不敢说 可是他们的行动却证明了这一点 昨天大陆社交媒体上 在热传一张央视体育频道的画面截图 画面中有一个人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曾经公开表态 不会跑的中国地产富商 潘石屹夫妇 这个画面 是9月11日 杨氏转播美国网球公开赛的截图 潘石屹和他的妻子张欣 就坐在观众席上 正在观看2021年 美国网球女单决赛 而这个事件 大家知道 正是美国黑石集团 终止收购SOHO中国的第二天 大家知道 从2014年开始 潘石屹夫妇就开始出售上海北京的地产 在三年前就有媒体曾经报道 这对夫妇已经在美国开始购置了产业 所以有不少媒体跟网民都认为 潘石屹已经萌生了退出中国市场的想法 关于潘石屹准备跑路的这个说法 当时应该说是甚嚣尘上 网上经常出现 别让潘石屹跑了这样的声音 一直没断过 为此潘石屹 在2019年11月的时候 就针对这个跑路的传闻 他还做出了一个回应 他当时说 不要听信谣言 我不会跑的 不会跑 言由在耳 现在潘石屹夫妇却现身在美国的球场了 我不是批评这对夫妻跑路不对 说真的 我倒是佩服这对夫妻 能够放下偌大的产业 逃到国外 逃离中共统治的中国 我估计 在中共共同富裕等等这些新的政策之下 潘石屹夫妇应该不会再回去了 再回到中共统治的那个中国大陆 那不等于是飞蛾扑火 自寻死路吗 我不清楚潘石屹夫妇呢 对中共是不是有足够清晰的认识 但是仅仅就从这一点 舍弃巨大产业 逃离中国 就这一点 我觉得至少表明 他们对中共是极度不信任 否则不会用脚投票 所以呢 我还是那句话 大家一定要认清中共 不一定非得说出口 但是您的心里边 一定要跟中共划清界限 唾弃这个恶魔 这才是保命的第一位良药 再跟大家说个事 9号 缅甸国杆自治区行政管理委员会 发出了一份通告 这个通告是告知全区的民众 从9月1号开始 中缅边境 在中方那一侧 开始排雷作业了 听到轰隆声 也不必惊慌 通告中表示 缅甸国杆当局 跟中共交涉之后 中共从9月1号 开始拆除地雷了 通告说 将一直持续到10月31号 就是整整两个月的时间 为了避免发生意外 通告告诉人们 不要靠近那个排雷区域 这个消息 其实是反向 证明了一个问题了 就是中共曾经在 中缅边境中方这一侧 埋过地雷 以前我们听说过 中共在云南的 中缅边境地区 架售过铁丝网 也在推特上 看到过相关的影片 可是中共在中缅边境 埋地雷这个消息 说实话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 投渡到缅甸 估计可能不会太少 可能就是因为人数比较多了 中共有点管不过来了 所以就用这种 用埋地雷来阻止人们的出逃 我觉得如果 不幸被炸死了 或者是被炸伤了那些人们 那在中共看来 也只能是自认倒霉了 大家知道这个地雷 它是属于战争武器 国际公约里面规定 地雷是不能在和平时期使用的 可是现在就是和平时期 在1999年 全面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当中 里面这么规定 禁止生产发展使用储存 即买卖反人员地雷 可是中共现在就在和平时期 而且是针对本国的民众 在使用地雷 阻止人们的投渡出国 你能想到中共的邪恶吗 它用军事武器来对待本国的民众 我们知道中共从来不会反思自己的问题 不想想人们为什么要逃离它的统治 就是因为它太邪恶 对人们的镇压太残酷 可是它只懂得用更加严厉 更加残酷的手段 封闭人们的出逃途径 自旧亚洲报道说 中共早前在云南中缅边界 建起过一条上千公里长的铁丝网隔离墙 以阻止偷渡 后来又在云南省镇雄县南散镇的边界地区 埋下了具有一定杀伤力的地雷 推特账号缅甸国感也表示 中共从2020年1月开始 就在中缅边界的中方一侧 开始埋涉地雷了 据称是防止人们偷渡 消息披露说 大部分的边境线段 有几十个雷区分布 也出现了偷渡人员和边境民众的牲畜 被炸死炸伤的情况 谈到人们逃离中国大陆的问题 在接下来这个真实中国画展板块里边 就为大家展示一幅大陆网友的作品 《100摄氏度的开水》 创作者是一位旅居海外的 叫做期望的朋友 上面的左半部分 有一个挂在线上的笼子 笼子上面有中共镰刀斧头的标志 这就代表着是中共的铁笼 里面是关着一些人的 网友表示这些是洗脑转化培训班 上面的右半部分 有一个横眉立目眼睛瞪得圆圆的人 这个人手里拿着一个桶 刚刚把桶里100摄氏度的开水 泼向那个铁笼里的人 泼出去的水是红色的 也带有中共镰岛斧头的标志 这个人在泼水的同时还说 想不想尝尝开水倒在身上的滋味 说你们教会带领是谁 网友的文字中表示 中共对被关押者的酷刑折磨非常严重 采用的手段都是非人手段 而遭受酷刑的人 通常都是善良人和普通的民众 包括法轮大法修炼者 异议人士 维权人士 维权律师 新疆维吾尔人和藏人等等 网友表示希望通过这幅画 能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关注那些至今被非法关押在中共 洗脑班和监狱中的善良人 谢谢期望这位朋友能够带给我们这样的一幅画作 也真实的反映着中共的邪恶 可以让人们关注到仍在中共铁蹄之下 遭受酷刑折磨的人们 这既反映了一部分事实 也揭露了中共的一部分邪恶 其实这正是我们举办 真实中国真话活动的初衷 我们就是要通过大家的画笔 来呈现出中共的邪恶 以及在中共暴政之下 人们的那种真实的生活状况 大家尽可能的可以发挥材质 把自己看到的 听到的 感受到的 真实的中国状况 用画笔表现出来 那就是非常好的作品 我们不是要求大家 必须要有多高的绘画记忆 也不是要求大家的画作必须面面俱到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中共的罪恶 绝不是一幅画能够容的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一件事来创作 以点代面反应问题 希望大家都来参与 在解体中共的路上 不能没有您 大家的作品可以寄送到 我们的爆料邮箱 xwkd2017atgmail.com 我会在节目当中进行展示 然后上传到我们的优乐客网站 大家如果想看以前的作品 也可以到优乐客网站去观赏 为您喜欢的作品点赞 另外大家在投稿的时候 还是希望您介绍一下画作的内容 因为我们发现 之前有一些作品画得很好 但是其中一些创作元素 我们不能准确的把握您的用意 所以是需要大家做一些简要的说明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 更好的理解作品 所表达的意思和传递的信息 如果您的作品是在别人的作品之上 进行了二次创作的话 那么也请您一并说明原作出处 这样即使对原作者表达一份尊重 也可以避免我们出现侵犯版权的问题 有很多大陆人都听说过 双腔老太婆这个称呼 在中共宣传的版本当中 至少有三个原型 而且中共把双腔老太婆 给宣传成了一个是坚定爱党的人物 可是实际上双腔老太婆非常反共 而且最终她是死在了中共的手上 在今天的红朝看点 就跟大家聊聊真实的双腔老太婆 欢迎大家到优乐客会员去了解更多 我们的会员网站网址是 那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新闻看点 请别忘记帮我们点赞订阅 并且希望您在视频下方 跟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跟我们进行互动 同时我们更希望您帮我们把这个频道给转发出去 让更多的有缘人能够看到我们 听到我们的声音 感谢您的帮助 也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